嗯 不错 有点女人味 这是什么呀 昨天晚上你一直骚扰我 说怎么样才能引人瞩目 我觉得你做到了 真的 这比你染一身皮更能引人瞩目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觉得 你应该在相一圈 施滑落石器的水晶钻 这样才会特别地奢化 我不去了 你替我去吧 要去晚了该把人耽误了 那婚礼你真不去了 我这样我怎么去啊我 我丢不起这人啊 挺好的 可能 就是老天故意这么安排 我就不该去 嗯 不 我觉得是老天爱你 所以这么安排 老天知道你没有勇气 把那俩人咬得鲜血之溜 所以老天让你自己 把自己的牙给染红了 过瘾嘛 轻身了法 你不去也没问题 问题就是 陆然跟冯佳琪要是问我说 黄小萱为什么不来 我该怎么回答呢 就说你怕了 走了 等等 干嘛呀 我留着干嘛呀 我又不是见不得人 我该以小不如耻 你不想尽 mä 你不想尽吗 我不能老不说话吧 就算不说话我也得笑笑了 早上也葬了一种脸色 你懂事啊 真一个好学人家大家不会笑 笑不露齿 你一笑 喝不得把整个牙床子露给别人看 人家一笑 温柔的内力 好好学学吧 两位里边请 我以为我在这之前 已经惨得不能再惨了 可生活总是给我惊喜 我居然能那么惨 真所谓 一个凶兆之后 必然还有两个大波 真是可喜可贺 姑娘 你也别太豁出去了 看在您还掉在我胳膊的份上 多少给我一点面子 咱没法开口 吵都吵不过他们 那怎么办 咱们就不开口 陆迅先生这么说 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 甚至连眼珠 甚至连眼珠都不转过去 说的 有道理 好 好 我先有一个 我先点一会儿 我先点一会儿 你还点一会儿 我先点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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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跟 总访人对工作人员 对不起的话吧 一闪一闪亮晶晶 你可以用鸭当信号灯 左边是YES 右边是NO 全部露出了是I don't know 黄姐 黄姐 麻烦你看一下 新疆进场的时候 是先亮这两组灯吧 嗯 那录影是跟着新疆进场 依次亮起 嗯 我们就先亮起 嗯 那新疆新疆宣誓的时候 具体是用A方案还是B方案 嗯 这咱得快点决定一下 到底是A还是B B B 好 一闪一闪亮晶晶 用你的亚当信号灯 1 6 1 4 2 1 1 2 1 2 2 2 1 2 1 2 要等着呢 等着 其实你今天可以不用去的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能不去吗我 我告诉你 我昨天晚上可想好了 我今天必须要把 我的女朋友冯佳琪 正大光明地介绍 给咱俩认识所有的人 真的 我还得让他们都知道 那过去的都过去了 那都是历史 你 你 你就是我的未来 对 你知道吗 冯佳琪 我的未来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呢 你明不明白呀 你兴奋一点 兴奋一点 走了 小静他们都到了 阿南也回来了 对呀 他昨晚上回来的 这可我们班头等大事 大家都到齐了 太热闹了 那简直是 都来了 对呀 赶紧的 好 好 我发现你当天啊 黄小姐说分享在哪儿 好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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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姐 你是一个人生 黄小姐今天嗓子坏了 带病工作我替的事 喂 喂 喂 一二三 黄小姐 您看看这手捧棍树还行吗 您 您是说把手指头放在那根花里 想什么呢 黄小姐的意思是 不要忘了把戒指放到花里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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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了 黄小姐 我翻译得还对吗 真没想到 我黄小仙身为全场总监 一口红牙还能混到现在